来吧 大哥 随便删 嗨 台风要来了 又得开始被泡面了 哎哟 这个小哥很丰满哦 这年头怎么还有人出门带这么多现金的 这应该是个二十组吧 故意带现金出来招摇过世的吧 让姐姐我好好的给你上一课 小心 那美女竟然是小偷 离她远点 哼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吗 本姑娘今天有事 你赶紧离我远点 你真是无理取闹 这男的眼瞎了吧 本姑娘如此纯美可爱 青春无敌 她竟然无动于衷 不要把她的手机也偷过来 已是对这家伙没有被自己美貌惊艳到的惩罚 嘻嘻 到手了 就是一个憨憨 买那么多泡面干嘛呢 老板买单 总共二百五十 这位美女会帮我付账的 而且我还得让她交纸上睡 钱交出来 再替我付一千块 算是对弱智如你的惩罚 她什么时候发现的 自己虽然不到十八岁 但是纵横江湖多年从未失守 今天竟在小鹰沟里翻了船 哎 没想到你们的行业门槛这么低了 连智障少女也能当扒手 你才智障 你全家都是智障 你要是不傻 偷完钱不赶紧逃 还站在我身后傻笑什么 你是基于我美色 缠我的身子呀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 就你这颜值 老娘会缠你的身子 你以为我眼瞎呀 难道你是小偷 你可以大胆的把难道去掉 老板 你又想搞什么妖儿子 报警呀 有小偷不应该报警吗 不好意思 嘿嘿 刚才是我和表哥闹着玩了 表哥 你怎么这么小气呀 不就是帮你付账吗 来 别生气 这是表妹给你的 拿去发吧 不用跟我客气呀 这才对嘛 坏表哥 哼 你们这些小年轻也太皮了 吓胡闹 我说你这脖子上长颗脑袋 就为了增高吗 你什么意思呢 妹子 你表哥说你没脑子呢 快把一千块还给我 什么一千块 那不是要赔我的钱吗 是你自愿的呀 你就是个无耻小人 你再不把钱还给我 我就报警抓你 小偷报警抓受害人 你这脑袋是被门家过吧 你说什么 本宫和你小子拼了 你放开我 女孩子动手动脚的不好 你快放开我 不然你会后悔的 我说你家里都有飞机场了 你还去当扒手 真是没事做找抽吗 你才是飞机场 流氓 本宫虽然算不上饱满高耸 但也有起伏的曲线 至于像飞机场一样平骂 你大爷的 这次就放过你吧 下次再这样 我就把你扔给警察叔叔了 你敢欺负我 快把钱还给我 如果你不还 我就 就怎么了 你说看看 我就叫我大哥揍你 我说 这年头 当小偷没前途 跟着哥收破烂吧 收破烂 原来你是个收破烂的 不 我是物质能源常态化循环执行师 你敢不敢让我打个电话 你不要跑 就在这等着 行呀 你打呀 飞哥 我被人欺负了 只要你帮我出气 我给你五百块 行 妹子 我马上过去 我说美女 我就值得五百块吗 五百块都算高看你了 是谁欺负我们家江小萌了 但我不把他打骨折 飞哥 就是他 快点去把他打趴下 然后让他叫我做姑奶奶 只要钱到位 什么都好说 少不了你的飞哥 你快去揍他 小子 跪下来 不要还手 我或许会下手轻点 让你少受点苦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傻吗 要不你站那里不要动 让我删你 呦 你开的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要是你今天能碰到我的脸 我就叫你爷爷 你少恶心了 谁说要碰了 我是要删 哼 我看你全身上下就那张嘴适应的吧 一千块一巴掌 是不是觉得很划算 你看不起谁呢 你以为我会为钱取身的人吗 你觉得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来吧 大哥 随便删 这家伙脸皮太厚了 得想个办法 有了 你们两个过来 没人删他一次一百块愿意吗 愿意愿意 我也愿意 这钱也太好赚了 飞哥 我们发家致富 走向荣华富贵 全靠你了 飞哥对不住了 兄弟们放马过来吧 不用客气 你们要删到这个家伙破产 不用担心我 飞哥你好伟大 飞哥我会成全你的 你个老叔 你也别看戏了 把你的椰子和椰子 全部卖给我吧 小伙子真豪气 我这就给你 我说小哥哥 你也让我删他 我也想要删一次一百块 不要 没你的份 不要这样子吗 刚才都是人家的错 一千我也不要你还了 给我删吗 不要 一边两块去 求你吗 只要五十一下就好 一块都不要 哼 我看你就是没钱吧 等一下 我看你是没钱付给他们吧 你就是拿几千块 出来忽悠他们而已 什么 兄弟别激动 你看 钱多的是 这些够山晕你了 不够我再叫人送来 你不要过来啊 小哥哥 我发现你好帅呀 我决定 我要跟着你收破产 再也不做小偷了 好 Seя 我看你 我这些人 都损了 我的